歡迎收看我不客人拿鐵頻道 今天玩的是Sophie Fire 我要活下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新的 Booia Pass值不值得刻下去 再來就是呢 有沒有抽到Booia Pass Premium的特權卡 其實上一期的部分其實我有抽到 只是我沒仔細看沒發現 因為之前從來沒抽到過 那時候就以為沒中我就退出去了 結果呢就錯失了特權卡的使用 總之你們可以看我之前上一期呢 真的是有點遺憾 不過我們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Booia Pass有什麼內容 那這次服裝的部分 我在我的頻道短片中呢 已經有分享過了 不過今天我可以再看一下 像女生這邊的話呢 是白色頭髮 她這個服裝比較像未來世界 就是跟星球有關 所以看到有點像是 把銀河穿在身上的感覺 然後這個類型我不得不說 有些玩家應該喜歡 有些玩家應該會覺得這個 有點奇怪 因為很像是銀河特攻隊的感覺 好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30級的部分 30級的話有個滑板叫做 星際翱翔 滑板現在比較少人在用 50級的話可以看到這套服裝 行星首位組合包 然後實際上這個是進階訂製 管要看基礎款要點左邊這邊 基礎款的話 的造型其實看起來比較樸素一點 衣服看起來蠻好看的 然後鞋子這些全部都是沒有特效的 我們先看前往定製呢 可以看到完成品是長這個 超猩猩 仙之組合包 這個就是真的像是銀河 穿在身上 然後可能有黑洞之類的感覺吧 人物其實有一個保護色 算是比較像影子一樣的存在 跟我們之前另外一套小丑服裝 鬼影有點雷同的效果 然後他的特效的部分 可以看到是後面的部分 擊倒或者是擊殺敵的時候 會觸發特殊效果 可以看到後面就是一個黑洞 出現後又消失 然後這個是奔跑的 衝刺時觸發特殊效果 後面就是有一個光芒的特效 然後這一次的話 有兩個 一個是長這樣子 我不知道這個風格大家喜不喜歡 也算是以前沒有出過的吧 因為以前沒有出過什麼 類似行星有關的套裝風格 這是異星使者組合包 然後這一次的東西比較少一點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就結束了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獎勵 像這邊有一個是手遊彈 宇宙大爆炸 大爆炸後呢就是有類似有星星跑出來 有點像是那個星座的感覺吧 再來是100級 這是有一個塗裝槍 叫做UMP的 藍巨星 脈動 他是精準兩個彈匣容量提升 持槍機動器下降 就是移動速度會稍微比較慢 你拿這把槍的時候呢要注意了 移動會稍微減少一點點 所以說看個人喜不喜歡 因為UMP其實已經出非常多塗裝了 所以這屬性沒有到非常的亮眼 不過精準提升跟彈匣容量提升 還是算是有幫到忙的 然後持槍機比較慢一點 就是你在移動的時候 你可能要裝其他技能去輔助 好 再來我們看下一個 140級的話呢有一個背包 這背包是星際旅人 這背包其實我覺得沒有太大的亮眼 總之就是一個背包 他看起來會發亮這樣子 OK 再來我們看下一個 150級的話呢 這個 尼加護盾房我覺得還蠻帥的 因為他有靈有角的 然後有點發光的感覺 可是他這個看起來應該是沒有特效 只是顏色上來講 也有微微的發光有沒有 然後叫做星際首位 然後有靈有角的還蠻好看的 這個尼加護盾就蠻喜歡的 最後呢這邊就是151級 我們看這邊的獎勵是什麼 一樣是宇宙飛船 然後再來就是 有機會抽到這兩樣東西 跟這個套裝 這裡的話91級還有一把槍 AWM的藍巨星引爆 護甲穿動一格射程降低 應該還算可以啦 如果有課玩家你今天 課的這個不壓PASS的話 拿著這把槍還是可以用 就像附近有護甲穿動 打的傷害比較高一點 只是射程降 你打遠一點的時候呢 傷害稍微會比較低 所以不能太遠再使用這把槍 那就有點怪了 AWM通常都打很遠 然後快遞盒剛剛沒有看到 就是這一個 快遞盒是星際遺跡 也是發亮的 看起來應該是蠻好找的 因為其實快遞盒有時候 不太喜歡看不到 就是沒有特效 這有特效至少亮亮的 敵人被你擊殺掉以後呢 你還可以找到他的實體包 大致上來講這一次不壓PASS的介紹 然後看個人是喜歡那個星際風格 然後這一季我是打算課 總之我們先試一下呢 我能不能夠繼承我上次的歐運 能不能夠直接再抽到這個 烏鴉PASS 因為我上次是 好像是第二抽還抽到吧 忘記了 那我們先把兩個取消掉 取消的話 先取消這個箱子好了 取消這個數量比較少 四個我覺得有點少 因為箱子有可能出比較多 他可以出到六個 所以我們把這個四個拿掉 再來呢 就要抽獎了 九鑽 他這好像是第二次抽 一定會出那個圖示有出現的 好這樣子沒有 四十九 對阿這邊沒有血嘛 那我們再抽 四十九 哎呀沒有 上次是忽然跳出來阿 再試個七十九 沒有 在最後一次九十九 哎呀 這次應該真的沒有了吧 因為上次我就是這樣抽抽抽 然後沒發現 再來就 一四九了 看一下喔 一四九 好再一次啦 一四九看會不會出 哇哩沒出了吧 這個真的沒出了 因為我上來不知道會有提示耶 第一次看到 這樣應該是沒有 那我們來吧 烏鴉PASS直接升級 像我一定是買一千二這個 因為比較快 然後呢 他可以直接解鎖到兩百幾阿 如果一百左邊 你買左邊這個只能解鎖到一百五十幾阿 兩百幾的話 你就可以增加一些 就是多拿到一些獎勵的機會阿 然後看個人選擇阿 我就買這個吧 可惜阿 剛剛以為可以再直接出的 我先看能夠解鎖到哪一套阿 然後穿給你們看一下 解鎖十一次 我們來一鍵領取吧 一次領一次爽 OK 這套會不會是以利套裝呢 其實蠻好奇的 自選箱不用了 好現在應該有拿到衣服了 男生的話長這樣子阿 然後這個口罩不是 先把他移走 這眼睛是怎樣 清光眼是不是 有點怪怪的 行星守衛的連彩 看一下 對這個是他連彩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這套是長這樣阿 可以說比較沒特色 看起來是一個比較樸素的衣服阿 好就長這樣 再來我們看一下那個 女生的 好這個是女生的 璀璨仙扣阿 長這樣子 他的主要來講其實 看起來是沒有特效阿 就有一點點特效阿 星星在發亮的特效 頭髮算還蠻好看的阿 這頭髮很動漫 很動漫風格的頭髮 他的身體的右側是有 類似宇宙行星的感覺 這真的像什麼 銀河守衛隊還是什麼的 服裝之類的 左邊有墊尖 然後右邊的話呢 就是看起來有點像穿個袖套之類的 總之這套服裝就看個人喜不喜歡阿 我是覺得頭髮蠻好看的阿 就這個頭髮 搭配起來還不錯 好的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的布亞帕斯新的遺跡阿 然後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個服裝跟風格阿 男生的部分呢 可能等我之後累積到一定的數量 才有辦法把它解開阿 那我現在是比較想要拿到這個凝膠護盾 那今天的遊戲呢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哪一天的影片 可不可以喜歡 請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繼續分享這遊戲的攻略跟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玩具頻道 哪一頻道minecraft頻道 從我追求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客人哪一條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的收看我們下遊戲見囉 拜拜